诊所不是柔道管 众医诊所员工接电话接到手软 打来的全是指名要找柔道教练 你们台湾的柔道教练 我要挑战他 我是从马来西亚打来的 事件爆发后光第一个晚上 涌入上千通电话 诊所出动三名员工还接不完 甚至有民众这么说 不要再跟我说话 说就是电话不是你的 我很闲 你们就是每天等着 接我的电话就好了 即使员工再三解释 民众完全听不进去 全因为当初柔道教练的名片 在网络疯传 上头留的电话 竟然和台中这家中医诊所 完全相同 气愤的网友狂打进去痛骂 让店家超无奈 就很困扰 当晚说上千通了 为此诊所特地申请了 另一支电话并且报警 至于男童的妈妈 上午也出面神泪俱下 想到宝贝儿子的病情 妈妈悲伤落泪 心真的碎了 男童经过医院抢救7天 传出好转迹象 院方指出 男童脑压从120降到55到60 离标准25得持续努力 脸色的部分也有蛮好的状况 律师指出 万一男童不幸成为职务人 民事求偿项目 包括医疗费 丧失劳动力和精神卫抚金 假设医疗费每月3万 粗估70年要2520万 全部加起来 求偿金恐怕突破4000万 不论如何现阶段家属 只希望男童病况尽快好转 才是最重要的 记者许玉文连家庆 王百音 台中采访报道